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继续来谈申不害的治国之道 在看出申不害的不满之后 韩昭侯解释说 您是交给过我治国之道的 如果我遵循您的治国之道 自然应该拒绝您的请求 如果我答应了您的请求 就等于背弃了您交过的治国之道 您可交过我因公行赏的道理 您的堂兄没有功劳 我该怎么封关给他呢 这番话说得申不害 悚然动容 连忙向韩昭侯谢罪 韩昭侯学习申不害思想 真能学得进去 辞职通鉴给出的下一条记载 就是韩昭侯的义士 话说韩昭侯有一条破裤子 安排人呢收拾起来 侍从当中竟然有人提意见说 主君您可不太厚道啊 就这么一条破裤子 赏给下人多好啊 竟然还要收着 韩昭侯说 我听说贤明的君主 连自己的一贫一笑都不轻易展露 裤子虽然破旧 好歹比一贫一笑之前 谁能做出配得上这条裤子的业绩 我才可以把这条裤子赏赐给谁 韩昭侯的这个态度 正是战国时代的管理学精髓 站在国君的角度 很容易就会赏罚无度 哪天心情好 就大手一挥 随意打赏 这个哪天心情不好呢 因为一点小事 就会给人重罚 而在法家看来 赏和罚是为二的激励因素 没有赏罚就没有管理 所以要想构成有效的管理 对赏罚的标准和执行 都必须慎之又慎 国君绝不能让自己的情绪 影响到赏罚决策 一条破裤子 当然不值钱 但如果无缘无故赏给某个下人 就会破坏所有人对赏罚的期待 赏罚一要标准严明 二要恰如其分 三要及时履行 君主只要做好这三点 就能得到法家的认可 不但身不害会认可 如果公孙央看到的话 也会认可 但同样是法家立场 韩国为什么没能在 身不害的带领下 走上像秦国一样的 富国强兵之路呢 身不害和公孙央的路线 有多大不同呢 韩非子有一篇定法 通篇都在探讨 身不害和公孙央的 相同和不同 文章使用问答题 第一个问题是 身不害和公孙央 这两位的思想主张 哪一个才是国家最急需的 回答是 两者不相上下 这就像一个在冰天雪地里 挨饿受冻的人 没衣服穿会冻死 没食物会饿死 很难说衣服和食物 哪一个更急需 但可以肯定的是 两者决一不可 身不害搞的是术 公孙央搞的是法 所谓术 就是根据能力授予职位 寻民则食 君主手握生杀大权 根据群臣的业绩 做出相应的上法 这是君主的管理之道 所谓法 就是官府把法令明确公开 刑法在全国深入人心 谁都清楚什么该做 什么不该做 遵纪守法的会受赏 违法乱纪的会受罚 这是臣子要遵循的做法 君主如果没有术 乱政了就先从高层出现 臣子如果没有法 乱政了就从基层爆发 法和术 决一不可 两者都是帝王治国的戾气 再看第二个问题 如果只有法而没有术 或者反过来 只有术而没有法 为什么就不行呢 回答是 国情不一样 韩国是从晋国分裂出来的 晋国的旧法还没有废除 韩国的新法就颁布了 晋国国军的政令还没有取消 韩国国军的政令就出台了 这些新法和旧法的出入 新令和旧令的冲突 会给人很多钻空子的机会 身不害 虽然教会了韩朝侯用术 却没能加大力量 统一法令 这就让奸邪之人 依旧有机可乘 这就是为什么慎不害 虽然依托着强大的韩国 足足17年时间 却还没能成就八业的原因 这里需要插一句话 前边资质通鉴讲 慎不害做韩国总理15年 这是沿用史记的说法 这里韩非子讲的却是17年 谁说的对呢 也许都不对 正确的时间 很可能是前幕推测的19年 我们继续比较 慎不害和公孙杨 接着看韩非怎么议论公孙杨 公孙杨治理秦国 设置连坐制度 有功必赏 有过必法 赏得厚 罚得很 所以秦国人呢 卯足了劲 主动的加班加点 不休息 打仗啊 也绝不退缩 秦国因此 国富兵强 但是有法而无数 国军呢 就容易被大臣糊弄 国家得来的好处 竟被骗到私人的药包里了 看看秦孝公和公孙杨 死后的局面吧 秦桧文王继位之后 仍然沿用公孙杨制定的法度 张仪总理浪费秦国的国力 来谋私利 到了秦武王的时代 甘茂总理同样浪费秦国的国力 来谋私利 到了下一任 秦朝向往的时代 魏冉总理更过分 老师远征 越过了韩国魏国 去打远在东方的七国 打了五年 也没能给秦国增加一寸土地 他自己啊 倒是搞到了不错的封地 韩居总理 打韩国呢 打了八年 没给秦国捞到多大好处 却给自己捞到了封地 后来凡是在秦国受重用的 都是未然饭居一类的人物 所以每次打赢了仗 国家得到的好处 还没有大臣多 每次占领了地盘 都变成了大臣的封地 这到底是谁为谁效劳呢 这种现象 正结就在于 秦国的君主不懂得用术 该着被臣子们使心机蒙蔽 公孙央当初虽然一再整顿法治 他的改革成果 反而便宜了后来的那些秦国权臣 正是因为这个缘故 所以秦国虽然实力雄厚 但努力了几十年 也没能成就 他早该成就的帝王之夜 这就带出了第三个问题 如果君主用术 官员用法 这就完美了吧 但韩非的答复是 还是不行 因为无论是申不害的术 还是公孙央的法 本身都有缺陷 好 我们先看术的缺陷 申不害有一个 置不于官的原则 意思大约相当于 不在其位 不谋其正 在韩非子的另外一章里 可以看到一个很典型的例证 韩昭侯醉酒之后睡着了 管理帽子的侍从 怕他着凉 就拿了衣服给他盖上 没想到 韩昭侯醒来之后 把管理帽子和管理衣服的侍从 一并处罚了 前者的罪名是月权 后者的罪名是失职 韩非认为 如果说置不于官的原则 是为了让人客禁职守 倒也说得通 但如果让人对着 自己职责以外的问题 就算知道了也不说 那就等于 禁止大家对坏人坏事 揭发检举了 君主之所以耳聪目鸣 是因为他依靠的 不是自己一个人的眼睛和耳朵 而是全国人的眼睛和耳朵 如果臣子知道别人的过错 却不向君主告发的话 君主就只能依靠 自己的眼睛和耳朵了 以上是树的缺陷 好 我们再看法的缺陷 公存阳给军工 设计了祭鉴提成的标准 一颗人头可以换来一级爵位 两颗人头可以换来两级爵位 有了一级爵位之后 如果想做官 就可以做年薪五十弹粮食的小官 有两级爵位的人 可以做年薪一百弹粮食的小官 这种安排就好像说 立下军工的人 可以去做木匠和医生 但打仗凭的是勇气和武力 做木匠和医生凭的是专业技术 让那些只有勇气和武力 却没有专业技术的人 去做木匠和医生 注定没有好结果 韩非的意见 总体来说就是 完善的法治 不但需要法和术的结合 还需要分别弥补两者的缺陷 但所谓缺陷 也许并不像韩非说的那么严重 前面讲过 公存阳的政策里 从军工到官职 对于拿到爵位的人 只是多给了他们一个选择而已 可以做官 也可以不做 无论五十弹 还是一百弹级别的官 都是很小的官 未必需要多高的专业管理技术 何况以公存阳的风格 也一定会设计出严格的考试标准 不是有资格做官就能做的 至于申不害的 置不于官 就算它能影响到君主的信息采集 难道君主就没有相应的对策吗 你觉得君主应该怎样应对呢 欢迎在留言区谈谈你的想法 我们下一讲 再见